很多老師本來都不認識 可是因為這個平台 大家就開始變成是一個 因為教學而相識相熟的好朋友 一輩子的好朋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反而促成了很多的老師們 相互的交流 我是溫美玉 我在台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任教 我這輩子只有立下一個志願 就是要當國小老師 我其實就是希望 不要跟過去的老師一樣 那麼威權 然後都不能讓孩子去發揮很多的創意 那所以我自己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特別去強調就是創意這件事情 能夠有冒險 然後最好能夠有創業的精神 所以就是大膽地動手去做 很多人覺得說 那你念體育科 那你數學你還出數學書 你還出那麼多語文書 你看如果我今天是一個中文系畢業的 我不會去想創業 我不會用阿德勒或是薩蒂爾的心理歷程 去讀整個故事裡面人物的心理的變化 我不會從心理學的角度 可是正因為我什麼都不是 我一直覺得說我們太容易去框架一個人的學習 你要知道真正學期都在教室外面 像我低年級一年級我當然上樹屋去講故事 就是講那種我真想有一棵大樹 有時候我們就去找春天去剪花瓣 去發現春天的足跡在哪裡 那高年級你看我就會帶他們去做創業這件事情 或者是去訪問商家 所以我就會給孩子去做很多這樣子一個不同的體驗 我後來就發現說 那如果我今天能夠知道教學的一些策略 或者是可以讓一些方法讓你變得有長就感 那如果我今天有這個能力 我為什麼不分享 剛好我覺得是因為最早的時候 我的恩師吳英長吳老師 因為他本身就是在那個時候教育理念都很前衛的 那也影響到了我們對於教育學跟教育的一個看法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是我在發現有網路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怎麼樣把我的這些的教學資料 或者是我教學的過程 我把它分享出去 那時候就是寫部落格的方式 那寫這個部落格其實能夠被看到的機會也沒有那麼大 怎麼樣更快速的流通 這是一個問題 別人可不可以也把他的方法丟進去呢 有沒有這樣一個平台 所以臉書剛好成就了我們這樣子一個夢想 就是不會只有你一個人在發生 是糾集更多的人 經營一個平台 你必須要讓大家覺得對你很好奇 對你永遠都保持一個追求的 你一定是能夠公料 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做最大的準備就是 我一直努力教學 一直努力寫教學案例 這件事情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這就是啊 就是你的產品要不斷的一直不要斷摧啊 你不要我進來的時候看一看 十天前也是這個 十天後也是這個 我就不想來了 所以老師也一樣 教學裡面怎麼可以讓孩子知道說 你每天要幹嗎 就是你會覺得孩子很差 什麼都不會寫 可是因為你沒有深度去討論 你沒有深度去探測 所以你讀不出這樣子的一個迷人的地方 網路開始進入之後呢 你的整個的一個訊息傳播的非常的快 然後你也可以透過很多的管道方式 去幫助很多的老師 了解你到底在做什麼 很多老師呢本來都不認識 可是因為這個平台 大家就開始變成是一個 因為教學而相識相熟的好朋友 一輩子的好朋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反而促成了很多的老師們相互的交流 一個孩子我覺得 他已經不缺很實質很形式的 這樣子一個教會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可是他要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是價值的部分 那我不是用講的 我所有的東西 我大概指入那個指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喜歡用體驗這件事情 所以設計活動 那透過這些活動裡面 去感受到自己的價值 Masro講的自我實現的這個部分 這是我的DFC的故事 那你的呢? 我一直覺得如何 我寧願 你不知道 我一直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